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中国已经把它改名叫做新冠肺炎 但是其实在中国以外的地区 可能大部分人还是称它为武汉肺炎 无所谓 名称不是重点 那我们再讲这个肺炎的整个的细节 其实很多的细节越来越多 那我们今天来关心一篇 是由也是中国的几个医生 我们来看这个医生的名字 这个论文是南京医科大学附属书州医院 王建青的研究组 他的有这个王建青 他这是英文的名字 还有一个叫做方凯斌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发音 然后是李凯 然后丁杨红 还有一个是卢威卢 那这个报告的这篇论文呢 发表在什么地方呢 这篇论文发表在MEDRXIV 这个杂志呢 那个专业的一个发表呢 它是一个由美国冷泉港实验室 BMJ跟耶鲁大学 共同营运的一个服务平台 就是发表这些论文 那我觉得中国的医生 好像特别在这一次的武汉肺炎的疫情上面 发表了非常多篇的论文 而且是英文论文 在这些专业的期刊上面公布 这篇论文研究的题目是什么呢 它专门研究呢 关于武汉肺炎这个病毒 对于肾脏 以及搞完的一个攻击 那这个攻击所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 它最后的结论是说 可能会造成不孕了 那我就联想到 之前有这个三聚氢胺的事件 那时间当然有一段时间了 三聚氢胺到最后 也恐怕是治这些 当时的这批婴儿 毒奶粉的事件呢 可能会让这些婴儿 成年之后呢 可能会不孕 不分男生或是女生 那尤其呢 因为这一次的 对于肺炎的治疗 因为抗病毒的这种药物呢 对于肾脏的影响非常的大 好 肾脏的伤害非常的大 这个伤害可能是不可逆的 好 不可逆的结果 所以会造成不孕 那我也联想到就是说 在之前 在2010年的时候 瑞典有一位公卫的医生 他的专门的研究就是 全世界的人口的成长的问题 那他的名字叫Hans Rosling 大家可以上网去看Ted 他在Ted上面的这个演讲 非常的精彩 非常短的时间 他用几个不同颜色的盒子箱子的移动呢 告诉大家当世界的人口 全球的人口可能突破百亿 那这个地球可以承载负荷 承载这么多人口吗 他认为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根据研究 只要全世界的健康 公位 健康以及教育的水平提升 他就看到一个现象 凡是健康与这个教育的水平提升呢 那平均的这个子女的出生数呢 就会下降 不需要用强迫流产堕胎的方法 不需要用一胎化 你只要在教育水平 在公共卫生 在医学上面 医疗方面 给予足够的保障 其实没有人会去生那么多的孩子 好 所以世界人口在全球的经济 健康 教科文的进步之下呢 他事实上人口会得到一个自然的平衡 可是Hans Rosling在 很不幸在三年前他去世了 他没有办法预估到 就是说有一个这样的可能 席减全球的 造成全球可能超过三分之二人口 都感染这一支病毒 然后他的影响是什么 如果他可以攻击肺部 造成一个人的健康 那影响他的寿命 而且还会攻击他的男性的 生殖的这个能力 造成不孕的话 那这个真的是 说的严重一点 是一种断子绝孙的 这种病毒 如果真的是出自 中共的 生化的研究室 病毒的研究室实验室的话 那全球将会怎么样看中国 恐怕这个是中共这个政权 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然 如果说真的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 会不会是夸张了 因为这篇 这篇报告呢 有办法上网去看的人 就可以看到他做了很多的分析 这些分析呢 头头是道 好 那为什么他们来得及在这么短的时间 事实上从疫情到现在 大概就是 从习近平报告 1月20号 跟在央视上 对于全世界 对于中国人 对于全世界 说明这个疫情的险峻 到现在 不过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 大概不到一个月 还不满一个月 今天是 2月 我在录影的这个时间 是2月17号 还不到一个月 那么 如何能够做出这样一个报告 会不会太草率了 还是他的研究的基数不够 可是 有了这样的一个起头 我相信后续还可以有更多的研究 尤其 同样的这个团队 他们对于这样的研究 既然 敢把它发表出来 当作一篇专业的论文 那 当然他们后续还会针对这个主题呢 做更多的研究 那么其他的 医学专家 在同样这个领域的 研究不运症的人 可能也会对这个题目呢 有兴趣 然后做更 更多深入的研究 所以其实 时间的经过 我们可能可以得到更多的判断 那 所以 我必须说 在这次的武汉肺炎 席卷到今天 我们只简单的做一个结论好了 这个星球实在是养不起中共这个政权 那么 人口的自然的意志 应该是用教育的水平的提高 医疗的水平的提高 让人们觉得不需要养那么多的孩子 因为你没有孩子死亡的风险 所以你的血脉 可以沉传下去 不需要养那么多的孩子 也可以提升所有人的生活水平 教育水平 那因为养的孩子少 所以医疗的条件 教育的条件就会提高 所以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到最后所有的人呢 都可以变成是 在开发中国家 是以开发国家 得到很好的照顾 可以安养他的天年 可是今天因为这个病毒的产生 到最后对于全人类的影响 对于人口数的影响 恐怕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伤害 那么我们必须要持续的观察这件事 因为目前要有疫苗出来 恐怕在一年半载之内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疫苗的出现必须要一定的方法 除了动物研究 人体试验 还必须要有很多的健康的实验室的鸡 好几代都是实验室的鸡 产下来干净的鸡蛋 才有办法生产疫苗 这都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制 不是说我们今天 痰子之间就有100万颗 可以供生产疫苗的鸡蛋 然后第二天就可以有 所有的疫苗都会出来 不是这样子 它有一定的时间 那所以我们只能说 请洗手 保持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然后熬过这一亿 可是就中国本身来说呢 我们今天事实上是还看不到拐点的 那该说的之前也说了 但是很多事情是来不及的 之前也说了 包括经济的风险的避险 那么中国在这几年迎来这么多的黑天鹅 从美中经贸大战变成有猪瘟 有这个 香港的反送中 再加上这一次的疫情 那听说还有鼠疫 甚至还有非洲的蝗虫 可能已经逼近了这个中南半岛 那么这些重重的困顿之间呢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很多人说是需要医疗 需要资源 那吴宁说我们需要勇气 什么样的勇气 如果这次的疫情能够压垮中共 那让中国变成是一个新中国的话 也许需要勇气 我们才能够迎向一个新的大航海家的时代 这是一个对于全世界的人类 对于中国人没有一个人逃得脱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面临的全新的挑战